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书法基础知识第十讲 书法的尺寸 尺寸这个词是个长度单位 放在书法中可以理解为书法作品的形式 这堂课老师会带领大家认识书法中的作品形式 并且简单的了解宣纸的尺寸 书法的作品形式非常多样 既有横直方圆和扁形等各种形状 也有大小长短等各种尺寸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在很多影视剧中 大户人家的厅堂里 常常出现的一种书法展示形式 中堂 中国旧式的房屋天花板较高 墙壁空白面积大 所以客厅中间的墙壁 适合挂上一幅巨大的字画 这也是中式陈设中常用的装饰习惯 一般会悬挂四尺整张的极小寓意的大字 或者是绘画 再在左右配上对联 也有悬挂祖训 明居书法或者祖先肖像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条幅 条幅是数行书写的长条作品 尺寸一般为一整张宣纸对材 对联也有两张条幅配成 严格来讲条幅也有横向的 横者与匾额相似 书法作品一般可设计为一个条幅或者四个 甚至多个条幅 然后是小品 所谓小品就是指尺寸比较小的作品 小品呈现方式可横可直可方可圆 装表后十分精致 故常用作装饰 广受大众喜爱 接下来是扇面的展示效果 如图所示 我们常在折扇或圆扇的扇面上 题字写画 作品形是精巧 别具一格 扇面也是比较常用的 书法展示效果之一 普通的纸张 也可以裁剪为扇形 进行装表 我们接下来来看侧页 将小幅作品装表以便翻阅 展开成册 顾名侧页 其内容或相互连贯 或单独成立 侧页由一张张对折的硬质板组成 可以左右或者是上下翻阅 侧页的形式 无论是欣赏 携带 还是收藏 都比较方便 与下面的长卷有所不同 侧页可以折叠为书本状 而长卷 它不便于悬挂 只适合在书桌上 书展后观赏 长卷在近代就已经有了 它是由秦汉的经卷演化而来的 其内容和侧页有相同之处 可以单独成篇 也可以由多幅独立的字连接而成 如果是由独立的篇幅组成 字体是可以统一的 也可以是多种书体共有的 前面为大家介绍了书法的展现形式 接下来 同学们简单的了解一下书法作品的常用尺寸 宣纸一般分为三尺 四尺 六尺 八尺等等 但是我们日常使用一些尺寸较小的就可以 因为可以把整张的宣纸裁开使用 比较方便 比如 四尺对裁是四尺整张竖着对折裁开 四尺逗方则是横着对折裁开 其他的尺幅都可以这样使用 我们已经了解了书法的形式和尺寸 大家可以在创作的时候尝试多种风格 在下一讲中 老师将带领大家去学习印章与印尼的相关知识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